你即將進入我國近限制水域 請立即調整航向 恐播距離中共海警船 我海巡署巡防艇全程監控 16號上午8點多 海巡署公布的照片相當清晰 中共海警船一共4艘組編隊航入 我金門限制水域 直到10點多離開我海域 停留時間超過1個小時 對峙同時 另一頭我方人道救援也沒停 你們下完之後還會有第二個下嗎 會喔 在東町海域持續搜救前 海跟陸方協調下水人員順序 甚至跟遠方還可以看到對岸的搜救船 搜救同荒 但肅殺氣氛仍然瀰漫 毕竟前一天大陸海警船就來了4艘 PP35拐拐 你穿行動 也嚴重威脅我好行安全 對岸一連釋出好幾部影片 裡面說的PP35拐拐 正是我國海巡艇 甚至還嗆響我方 由此引發的一些後果 由你穿成的 連續兩天 八艘次大陸海警船接連來 專家分析中共企圖用灰色地帶 模糊我限制水域 直接由中央軍委 以系統性的方法 也就是利用海峽海運的直航協議 讓裡面的海難救助條款 來突破我國所謂境限制水域 來模糊化中華民國的主權 而且陸方影片都由官方色彩的媒體發布 甚至傳出最近距離 僅有三海力 兩岸劍拔弩張海巡要協助救人 又要提防對岸擾台 壓力倍增 對岸一連事述好幾部影片 裡面說的PP35拐拐 正是我國海巡艇 而對方甚至還嗆聲我方 國防被對岸喊話的還不止一艘 雙方看來氣氛緊張 而這些影片都經由官方色彩的媒體發布 甚至傳出最近距離只有三海力 大陸35漁船案件 兩岸關係緊張 對岸已不把限制水域當一回事 我海巡壓力倍增 又受限地形距離關係 只能小船抗大船 廣播半航驅離 雖然兩岸對峙緊張 但近期兩艘陸籍漁船 在金馬周遭海域接連觸礁失事 國防人員依然實施人道救援 海巡也釋出我國海巡和對岸海警 同框照片 兩艘距離非常接近 同框搜救 兩岸聯合救援救起四人 兩人身亡 另外兩人失踪 搜救任務的另一頭 馬祖也還在繼續進行 入夜了持續搜救 我方秉持救人優先 只盼雙方緊張程度 能盡速降溫 TB的訓練 許家綺 專欲 台北參謀島 好 我們剛剛講到說 最近還有哪一些事情 我們必須要知道 來 最近我們也想知道的是 我們最最最前線 現在什麼狀態 因為先前當國防部長說 他睡不好之後 我們開始再問了 前線為什麼對岸船一直來 人也一直來 好 帶你來看到的是 央視現在又再釋出一個動畫 表示說什麼 表示他們的海景 來幫忙我們 看中國金門附近海域 說他們在這邊編隊移動 然後直接用動畫來告訴你 他的軌跡 這不就直接是繞著我們嗎 而且你看 他很直接告訴你 他就是山海裡 然後感覺氣語喧昂 我們這邊我們毫無動作嗎 人家這樣子在做軍軒 我們要怎麼辦 好 我們這邊也直接講了 說他們的船來怎麼樣 我們是直接驅離 畫面也同樣首度曝光 我們也釋出了我們自己的影片 說英尊來 我們這邊有直接的看到他 我們就直接給他喊話 跟他講說你不要再靠近囉 可是問題是 當我們這個畫面 一公佈之後沒多久 你知道嗎 他們又再次的 給我們影片來回敬 他們大陸海景也公佈了一段影片 說從他們望遠鏡再看出去是什麼 就是看到我們台灣這一邊的海巡 說他們在金門巡航的時候 跟我們對峙 這個影片公佈之後 大家開始討論 一來一往 現在雙方都講說他們在執法 那當然過往的那些什麼境線 這些海域的概念 好像都已經不復存在了 因為現在就對岸來說 他們全部都說他們是 合法強調執法正當性 好啦 他們的學者是這樣解釋這件事情的 他們學者解釋是說 他們有各式各樣的方案 還有工具箱在背著 還說你們台灣這邊也很清楚 我們的工具是非常非常多 而在這一個多星期來 其實也發生了又再次的幾次意外 包括在金門 包括在馬祖這邊都傳出 有金門漁船 可能是觸礁 或是人員不小心若喊 那我們這邊的海巡 一再的就是講說 我們要秉持著 希望人道為主 人道主義 我們要主動的去救援 那管碧琳的講法說 不管他們的態度是什麼 我們要對岸知道 我們是文明國家 金門馬祖的人道搜救 會盡全力 會不能停 王定宇則是在旁邊 我就不知道他這個算是扯後腿嗎 他就馬上講了 你看對岸忘恩賦義 翻臉不認人 這應驗的我們台灣俗宴叫做 救湯沒救人 那我們就問 你救人 你有必要再補這一句話嗎 這樣真的算是善意的表現嗎 而目前為止 我們的講法是說 我們就是人道救援 然後我們就是捍衛海疆 兩件事情會併咒的 海巡署長周美武一再的強調 我們一定會把生命重視是擺在第一位 當然如果你不是因為救難的 這些相關的問題 然後進到我們的水域來的話 那依法我們一定會直接廣播驅離 然後我們就想問了 在這一些事情上面 到目前為止 我們的國防部也開始有所動作 在粉專上頭直接繡上國旗 說我們絕對會協助大陸相關單隊 來收救這一些落水的漁民 而且大家講 這個圖片透露兩件事情 一就是說我們的金門 依舊是有所謂的進線至水域 另一件事情則是說 我們是積極搜救 這些其實要回應的可能是先前 在對岸他們開記者會的時候 講管壁鈴 叫我們的海委會主委冷血這一段 好這樣子的一些作為 一來一往 看起來比較像文宣站 但是對於一般的百姓來說 我們最想知道的就是 當他的船三天兩頭的來 然後你又告訴我們他洞位很大 那越開越近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應對 原因是因為大型的海巡艦 現在到底應不應該常態化的 進駐到金門 現在開始有人在討論這件事情了 前線需不需要更多 無人機 雷達 這一些是不是都應該到 去他們前面去諮詢 讓這一些海巡可以不要這麼累 因為一直來真的沒辦法 你人力三番兩番仗操跟不上 那再來是什麼 美國國務院現在也警告了 說大陸現在是不是企圖在改變現狀 如果是的話 老大哥是告訴你 他在後面有在看 請教一下波基哥你怎麼樣來看 原因是因為 昨天這個一來一往之間 你就發現講的是同一件事情 完全不同視野 對 在這個時候 我們要肯定一下海委會 都有錄影 你看 這個時間點 看到對岸的海警船都會錄影 當初你要去驅離 你要去登船檢查 為什麼都沒有錄呢 所以你看什麼叫正常 什麼叫不正常 大家一看就知道 只是說現在就是所謂的 善意跟惡意的對決 善意是什麼 善意就是這幾天 不管在馬祖海域 不管在金門海域 只要有發生這些 所謂的翻船的事件 兩岸共同去救援 我覺得這個都是 比較正面的 比較善意的 什麼叫惡意就是說 當今天不管是我們去挑釁也好 或者是他們要強調 所謂的他們這個海域 是他們主管的 這個就會導致一些 所謂的對立 兩邊不可能在這個部分 去互相離浪 來 這裡是我們的金線學 但是你要來沒關係 歡迎 不可能 這個兩邊都有一個底線 只是說現在是過去 你要知道今下這個海域 現在關鍵在於說 現在叫海警船 他們叫做執法的權限 兩邊在爭這個執法權限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 不要有插槍走 各自表態 就是說就像過去我們 講所謂各自表述的概念 各自守住 各自的立場 是目前最好的方法 不要莫名其妙 又發生什麼樣的爭端衝突 這是我們不希望看到的 但是關鍵還是在於說 2月14號那個事件 下一波該怎麼處理 王定宇 奇怪 前天剛開始兩岸共同救援的時候 他說我們發揮這個怎麼樣 馬上你看又圓形畢落 馬上又會開始 不過我必須講 民進黨的明代的態度 他們就可以扮演 所謂的白臉黑臉 就是明代去扮黑臉 但是你去看官方的態度 如果你從海巡這幾個 基本上就是要說 我要把底線站穩而已 我要把我自己的立場站穩 其他的他不會多說 這種政治的語言 目前你看到 管閉林委主委他有發文嗎 他臉書好像很久沒有發文了 所以我必須講 這個等於說國安團隊 是有一套模式 只是說這個模式能用多久 能撐多久 我相信520之前對岸也不至於 用太誇張的方式 因為他還是要所謂的聽其言觀其境 就是要觀察一下 賴清德用什麼樣的方式來應應 所以接下來我覺得520之後 才是我們最嚴峻的挑戰 這段時間我覺得關鍵就是 我們不要讓惡意螺旋不斷上升 要多堆疊所謂的善意的互動 不管今天怎麼樣 老美 老美 今天美國人是想要 I'm watching you 這個就是民進黨的底氣 民進黨就是得靠老美 這個沒有什麼 這個不是什麼 我必須講 即便是國民黨實政 可能美國也都會扮演 一定的角色的時候 美國在這個時候發佈任何的訊息 都對美中海三方 是一個很敏感的態度 也就是表示 目前我認為對岸工具確實很多 不管海警還是什麼 只要還沒有動到軍艦 目前我們都還可以稍安物照 對 確實 他們不是所有的東西都全部出爐 因為如果說你要比海上實力的話 基本上有常在看大白話就知道 我們現在其實 真的是跟他們是一段距離 但是講歸這樣講 我們自己還是要守住底線 請教一下鄭老師 您怎麼樣來看 過年後14號那個撞船事件 剛好滿一個月 非常不幸的 不管在馬祖還是在金門 大陸的漁民漁船又翻覆了 而且這都是越界 特別是在金門這邊 不過這次不太一樣 張桌的漁船發生事故的時候 發出緊急求救 大陸那邊有先打招呼給台灣這邊 說大家來幫忙 所以他們要來救之前 有先打個招呼 因為這個翻覆的漁船說真的 嚴格講就是在所謂的禁制線內部 那我要問的是 本來一般的老百姓 特別是漁民 他們在生活中 跑來跑去 跑來跑去 就抓抓魚 當然雙方對漁獲 對這個漁民來面有意見 不過這個事情就是 就叫我開車偶爾違規 不要太嚴重 可是上個月發生那個事情 撞船 然後死人 重點是我們事後的處理態度 非常強硬 然後跌時不公布真相 這個時候大陸就把這個底線拉高了 不再承認這個禁制線 但是這兩天發生的事情 就表示說 中國大陸其實並不想那麼強硬 如果你那一次處理得好 大家就平常 生活這種小事不要上升到主權 好 那現在怎麼辦呢 所以你看到另外一個場面就是 他們的海警 跟我們的海警船 大家對峙 大陸那邊那個發出來不是這樣 他們還跟你對我們的海警船說 你已經進到我們的領域裡面來了 叫我們通報船集 什麼什麼什麼到目的地 一副自殺管轄的樣子 那我們這邊當然發布 我們這邊的這個影像 雙方各自說各自自己的 我是覺得說 大陸現在已經宣布不承認了 這個 台灣如果不給他一個台階 你看那個發言人 態度是越來越硬 但是因為不幸發生這個海難事件 這是大陸遇傳自己因為海象不佳 大家翻覆了需要救援 大家有某種程度相對是比較柔和 相對於所謂的人命優先 人到救援 不要在這個地方花那麼多時間增值了 是不是大家就這邊就轉圜 可是我們看我們這邊 管碧庭講這種話是我們是無名國家 你的意思是說大陸 今天如果看到別的國家的漁船 或者是船隻翻覆 或者出事 他們不會去救 他們是很野蠻 所以他們人家不是無名國家 你今天放到全世界 基本上大家看到有難 那就是主動救助 你今天看到大陸遇傳翻覆 你趕快過去幫忙 這不過是基於人道 應有之意 你何必耍那個嘴皮子呢 說我們是無名國家 那你暗指是對方不是無名國家 像這個 我認為都是無是生非 所以現在已經到了一個關節點 台灣已經慢慢有點要讓步了 特別是這一次說真的 馬祖 金門 怎麼這麼巧 同時就發生這個事件 事實上是給了一個契機 讓大家找個台階下 以後就裝作大字畫字 小字畫五 不要在那邊取秋 像王定宇那種人 你是怎麼樣 受到美國人的指令 希望把事情搞大 讓兩邊不能夠收拾 到底要服務於誰的利益呢 我再講一遍 兩邊的漁民 兩邊一般老百姓 沒有那麼大的仇恨 也沒有那麼大的興趣把小事搞成大事 那不幸產生一個意外 就當意外好好的處理 你們不要把意外因為處理不當 然後呢 硬要此要面子 硬要把它上升到主權之爭 然後現在大家雙方僵持不下 那請問下一步準備怎麼辦 大陸如果不讓 下次是不是準備開炮嗎 準備開槍嗎 我們要走到那一步嗎 現在等著看 這個僵局到底如何解 是 確實在這次馬祖發生事件之後 對岸其實他們也有通知我們的海巡這邊 問問看我們能不能幫忙 一起來找人 那當然我們這一次也給出相對善意的 就是說人權人道救援 那我們就希望趕緊找人為先 我覺得這一些就是所謂的良好互動 希望能夠把過去 那個比較不好的印象 是不是可以把它給覆蓋過去 良好的互動 跟這一些所謂的默契跟善意 都是要有在互信的一個基礎之上 可是這一次不只是看到 幾乎是已經完全沒有互信了 而且是連這個互信的基礎 民進黨似乎都要一一一一的破壞 其實對岸要建立這個 意圖要建立新的常態 然後要逐漸忽視雙方包含了 這些限制的水域 還有海峽中線等等 我想這些其實不用美國來警告 也不是美國要表態說 應該是民進黨政府要直接表態說 我們要該怎麼處理 而且這一些中國大陸的意圖 我想說不只是看大白話 或者是說你懂一些些 國際關係的人都應該知道 但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可是執政黨怎麼處理呢 只有不斷的破壞這一些 可能以前建造出來的 不斷的累積出來的默契 但我們從來沒有看到 他接下來要怎麼具體的處理 也從來沒有告訴過大家 是不是一方面要建立溝通的管道 然後接下來國防又要如何的來加強 這兩個方向最重要的兩個方向 但是我們從民進黨發生金門事件之後 從來完完全全的沒有看到 而事實上這個默契 我剛剛所說的默契這麼重要 就是因為它一直都是維護兩岸關係 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基礎 但是這樣的默契事實上 它就是建立在一個政治互信上面 但是現在很顯然的政治互信 民進黨 執政黨 一開始它不願意去維護 不願意去維護 累積出來的互信 甚至在金門事件發生之後 我們非常看清楚它的意圖是什麼 它就是要一一一的去打破這個互信 然後再用輿論去告訴國人 再用輿論 用大內宣的方式去告訴大家 你看現在壞人都不是我們 我們都是被欺負的那一方 而事實上這不就是民進黨 在對待中國大陸關係 對待兩岸關係 對待國際關係 最常使用的方式嗎 但是我認為現在民進黨 他不斷在講這一些什麼 我們是民主國家 我們都是人道至上 我覺得真的是打臉自己 因為其實事實上 從金門事件開始 從頭看到尾 我不認為哪一個環節 是在人道主義之上 所以我才說打臉自己 而且非常非常可笑 如果是人道主義之上的話 那為什麼一開始 完全沒有調查真相 就說是對岸的問題 而且對岸是失去了 兩條他們的性命 那在這樣的論述 這樣的處理方式 我們真的有人道嗎 人道不是民進黨口中的人道 就是人道 好 我們先進一家廣告 廣告回來我們只要好好來討論 在台灣生而為人 真的是有點難生存 為什麼 木槍一直在長 等等 帶你來了解 經過了15次沒有結論 也沒有下文的 漁業談判 就是上次漁船翻覆 兩人死亡的這個事件 現在還不知道後果如何 這個漁波盪漾之下 最新的消息是 在金門海域翻船事件之後 有四艘 這個是從18號 25號之後 3月份 第三次海警 中國大陸方面發布的新聞稿 四艘軌跡圖告訴大家 這些海警的巡邏船 持續的就在台灣 包括最近三海裡的部分 來進行巡查 那說法是說 要位於這一次行動 確保保 包括台灣地區在內的 中國漁民的合法權益 生命財產安全 就很公開的 施壓意味很濃的 告訴你們我登堂入宿 就在這邊 就怎麼樣 我新聞稿都發了 那你們做什麼 能怎麼回應 那國台辦發言人陳兵華說 2月14號這個事件 讓民進黨的當局 對這個事件草菅人命 毫無悔改 所以對於家屬 正當的訴求置之不理 對於官方來說 他們做的做法是 繼續用這種方式 避免對方繼續藉口 推卸責任 蒙混過關等等的 那同時 央視的一個 算是公眾號之一 預冤談天 他也在15號 釋出了一部短片 這畫面顯示 但是有一段廣播 直接對岸海警人員 喊出一些 對於當地的漁船 喊出來的用語 代表對這個地方的 控制權或是法制權嗎 聽聽這一段錄音的談話 你看配合這種磅礡的音樂 然後有一定官方曾拿到 這種船上的影片 發布這種 宣示型的廣播 因為包括前線已經對於我們的觀光船 上船登船去檢查 像一般經過的船 他也對於這個船 喊出這樣的對話之外 還有網友發現幾個小細節 例如對方的中國大陸的海警船 他在炮口的部分 這個叫雙三七的自動昂炮 這個部分他是打開的 隨時可以開動的 這兩張照片都可以顯示 而台灣的海警海巡船 可以看到都是蓋著炮衣 所以代表雙方在互相對峙的時候 產生的武裝的情況是有所不同 而最新又有馬祖的大陸 魚船落水囉 那麼這一次也是一樣 雙方同框很難得的 又繼續兩邊的人馬 一起協助來搜救 那麼陸大陸的國台辦 這一次則是發出了新聞稿 用正面的語氣 形容展現了兩地同胞 守望相助 這個是比較少看到的 守望相助的形容詞 守足情誼 那但是衝突一樁又一樁 例如在長榮的海輝輪 跟中國的商船 又發生了碰撞事件 是在14號清晨 長輝輪跟中國青島出發的時候 中國籍的散裝船造成的衝撞 這個導致雙方船隻都受損 現在責任還在釐清當中 而中國商船有12名船員被救起 這些事件到時候又會不會再起爭端 或如何來定義爭執的原因 當然現在這兩岸都在各種衝突當中 引起了很多的討論 也擔心擦槍奏火 亮哥 這個恐怕一時沒解 因為還是從原來那個事件 那個事件目前司法也還沒結案 真相也還沒公佈 所以我覺得一時間就是這個狀態 就是表面上是好像兩邊都派人去救 可是也不是叫聯合搜救 我們台灣把人家寫成聯合搜救是不對的 事實上是各自都派人去救 那我們也希望透過這個方式來表達善意 就這樣 可是他那個呼號的方式用那種稱呼 就表示他已經不承認執法線了 那這個狀態我覺得恐怕是不可逆轉 那未來其實更麻煩的是 他如果常常這樣進出 比如說大陸的漁船等等 那我們要取締嗎 那這個我們的海巡跟駐軍 都有一定的SOP 那未來就會有點尷尬 尤其未來如果那個小金門 跟大丹島中間那個航道 真的開始又恢復大量的啟用 那到時候是國際的貨櫃人 都會進來 那就直接穿過你的靜置水域 那會不會到哪一天 那個大陸的軍艦也這樣直接穿過 因為那個航道滿寬的 大概可以這個開 大概可以開那個7萬噸的船舶 所以搞不好連軍艦都穿過 那我們國軍不是整天在那邊緊張 提心吊膽 所以這個狀況 坦白講就是 怪不得邱國正會睡不著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負責任的部長 所以他只會講這話 這個另外就是北京清華 這個駐港澳台生找工作 這個坦白講是一個福利 因為現在找工作也不容易 因為現在去大陸念書的 台灣的學生本來就比以前要少 所以我覺得大陸大概就是抓重點 就是說你既然來了 那也協助你在這裡就業 事實上這個比較實在 為什麼 因為以前他是協助你去創業 事實上創業風險實在太高了 難度也高 高啦 事實上很多 到各個地方我都知道 比如說深圳 杭州 都有 都有 可是那個沒有那麼容易 我覺得還是腳踏實地 從這個就業開始 那至於這個大陸查的布局統一 要再走這條路 其實他滿勇敢的啦 因為以前那個天府平查 大家應該知道嘛 天府平查曾經在中國大陸 做到一千家 那後來也是撐不住 就是沒有那麼容易啦 就是說這個市場 這個市場看起來是很大 可是內捲競爭真的太激烈了 而且你這是廣義的飲料業嘛 飲料業不是只有茶啊 還有咖啡啊 各式各樣啊 那至少我們現在看到了 那個鋪開的那個密度 茶飲料都沒有咖啡 那麼密集啦 所以茶飲料如何能夠 有一個新的一個賣點 這考驗他的經營 好 但是大陸市場 在兩岸之間 如果有更多的經貿合作 不管學術或者是 各種的搜救合作都好 但現在就是擔心雙方 惡意的螺旋越來越高 淑慧 大陸市場是所有做生意的 不會放棄的 包括之前這個 揮答的這個黃仁勳也說 他們可以沒有台灣 可是不能沒有大陸的市場 所以台灣有很多企業 想要在大陸佈局 從過去到現在 其實一直都沒有停過 這幾年當然 由於大陸自己的企業也起來了 所有的競爭越來越激烈 可是大家還是不會去放棄 因為那市場太大了 尤其是吃喝這一部分 你想想看11億人口 每個人都要吃 每個人要喝 現在大陸的首富 現在大陸的首富 他就是賣礦泉水出來的 農夫商泉 對 過去康師傅是賣 泡麵賣到變台灣首富的 所以統一要在大陸佈局 茶飲料這件事情 是可以想像的 但是確實像亮哥所說的 現在越來越困難 大陸這幾年在民進黨執政 一直採取兩手策略 一手是拳頭 一手是握手 對於我們的台商 對我們的台生 他還是會有一些這個 善意 對 還是有一些 所謂的會台政策 利多政策 但是坦白說 跟過去比起來少很多了 尤其是針對企業界 針對學生 針對年輕人的 創業 就學 找工作 這部分的力道還是很大 但是對於企業的力道 越來越小 這也是我們台商 一直非常的在很鬱族的地方 兩岸失去了溝通的管道 也失去了為他們台商發聲 然後解決一些爭端的一個管道 拳頭的部分就是不斷的在空海 在測試民進黨的底線 他不是在測試我們台灣人的底線 他在測試民進黨的底線 跟民進黨他敢怎麼處理 不管是軍機一直的繞台 或者是海權上面 現在不斷的不斷的在測試 就是我看你民進黨敢怎麼樣 我看你民進黨敢怎麼樣 你們民進黨敢點火 那你們現在就來看看 處理這一些事情 那結果我們看到的是 每一次喊打喊殺的民進黨 遇到大陸不斷的測試 你底線的時候 民進黨束手無策 結果底線越來越放 越來越放 到最後沒有底線 沒有下線 回過頭來只會做一件事 誰叫你們國民黨不跟我們 站在一起罵共產黨罵大陸 這是國民黨跟你一起罵對岸 就可以解決的事嗎 你既然有這個把握說 我們背靠美國 我們要去煽風點火 那你就要有能力去解決 大陸不斷在測試你底線 你說挑釁也好 你說沒有三也好 你不就早就應該預料到 你不是也應該要有18套劇本嗎 或者說大陸的海警團的動作 已經是越來越具體 越來越大 但我們的因應知道 其實是沒有辦法因應 我覺得沒有因應 但是大陸海警團的動作 當然是越來越多 就是很明確 不斷的向你施壓 但看起來就是 應該短期之內 還不會有大問題 因為他一定會等520 一定會等520 你賴清德怎麼樣 但是問題是說 本來其實像他這一次 因為他們漁船翻覆兩岸 都有去搜救這件事情 是有一個相對好的氛圍 民進黨其實 應該要考慮利用這個氛圍 去解決前面那個事情 但是如果說你沒有的話 你錯過這個機會 你就會很辛苦 因為辛苦的不是 短暈零是賴清德 因為假設說 你現在說的話就是說 老共到520之前 大概不會幹嘛 就是我們雖然看到說 他們相對強勢 我泡口就是給你看 你還要泡衣 但應該不會幹嘛 可是問題是 你讓他這麼長的時間常態化 他就更回不去 你知道嗎 你本來的狀況應該是說 我們趕快去解決 然後希望能夠退到原本的狀況 你現在的狀況你不做 你就回不去 他就慢慢會越來越常態化 這跟空中不一樣 空中你沒有上去 或者說你只是說 我用雷達追蹤 一般人沒有感覺 將來這個海域開始 很頻繁的時候 你對你海巡的壓力 然後一般民眾的心理壓力 那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我覺得說 民進黨其實真的應該要考慮說 現在氛圍稍微有緩和 你要不要現在試著去解決 你管病林前面印成這樣 最後你還是得 尤其萬一有進一步爭端的時候 那怎麼辦 怎麼解決 你管病林之前那個印成這樣 你最近最後還是得道歉 還是得對說 因為我沒有錄影而道歉 前面講的抑正延遲 還是得道歉 表示那個狀況不是你想像的那個樣子 那短期內不會有爭端 好 觀眾朋友平安 歡迎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節目主持人錢子 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是耶魯政治學博士郭正亮 大家好平安 立法委員陳玉珍 錢志豪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陳輝文 大家平安 好 觀眾朋友 我們來關心我們的外島 我們看到了在馬祖的南影島 好 有漁民有釣客說 怎麼我們的南影島上面 被人插上五星旗 是誰插的 於是趕快跟我們的國防部 以及海巡署反應 可是兩方現在看起來是互踢皮球 不想管 還是不願意管呢 我們看看當地人啊 東影的鄉長林德劍 跟大家講說 這個地方實實在在地說 它就是一個無人島礁 屬於三不管地帶 過去大家也都不會去 可能啦 他推測是大陸漁民意識形態作祟 跑去插旗 那上面沒有駐軍 大部分的人都沒去過 甚至年輕人都不曉得說 欸 還有這個南影島 可是這樣就算了嗎 是不是應該還是要處理一下 因為畢竟是我們的國土嘛 觀眾朋友 現在馬祖金門啊 事情不斷 包括昨天我們看到這則報導 是有大陸漁民落海 落海的地點在馬祖的這個海域附近 所以我們的海巡署也在幫助中國大陸這邊來協助搜索搶救 而且在七十二黃金小時的搜索行動呢 我們都在協助當中希望能夠有好消息傳來 不過再往前看 前一天啊 這個也引起很多人的關注 在這個我們金門的東定島有中國大陸級的漁船翻覆了 很不幸的兩死兩失蹤 我們的海巡署到深夜喔 昨天深夜請導播讓我們看看 都還在很辛苦的幫忙地毯式的搜索 而這一艘金門的海域的中國大陸漁船翻覆 陸委會就說應該是觸礁 應該是觸礁 不是被風浪打翻的 應該是船底觸礁 因為潛水人員有下海去發現 這一艘船是坐底的狀態 坐在這個海底的狀態 所以不是翻覆 應該是觸礁才造成意外 必須講行車走馬 海上都會有很多的危險 那發生意外或發生不幸 這個人類大家應該要一起來互相幫助 所以我們的海巡署在第一時間 就趕快澄清就是怕擦香走火 因為兩岸很多網友 會有一些激憤的情緒 有情緒就不好了 所以趕快講說它的原因應該是觸礁 而另外我們看到民間的網頁 網站有一個臉書粉絲頁 叫做台灣ADIZ這個粉專 它就公佈了這一張圖 大家來看看這一張圖 有什麼蹊跷 東定島在這兒 發生不幸的漁船翻覆的地點 也在這附近 那昨天晚上 大家看到密密麻麻的 都是對岸的漁船 這還是有開AIS的 就是有開訂閱系統的 有很多船 他們有開定位系統 所以看起來好像是在圍島 他們是要來救援 來馳援嗎 還是說要來嗆聲的 所以有一些網友 有一些漁迷也很緊張 我們的海巡署說一切正常 網路上的這些傳說 還有這些圖像 大家也不用太驚慌 一切正常 可是是圍島的這個樣態 其實還是很多人相當的緊張 相當的覺得不尋常 不過兩岸聯合救援這件事情 有人會覺得說好像是好事 發生意外當然是壞事 可是兩岸聯合救援 某種程度來講是好事 因為是不是有可能重回 近限制水域的默契呢 巧巧的有一些變化了呢 包括我們看到對岸當然也有說 希望我方協調力量來搜救 包括中華搜救協會 可是中國大陸跟我們看起來 都沒有說到兩岸合作 而是這個我們看到主政黨 台委會的管媽以及立法委員 通常看起來比較台派或鷹派 對中國比較不友善的這些立法委員 反而講說兩岸在搶救過程溝通順暢 然後王定宇也講兩邊這類的互助很平常 也很緊密 把過去的那樣子的一些尖銳的言詞 都放下來了 是不是現在講的才是大實話 其實本來就是有一些合作 本來就不是這麼的劍拔奴張 是這樣嗎 我們看到蔡振元博士也講 根據海事的這個組織公約 國際海事的組織公約 國際海上人命安全等公約 海上救難是義務而非道德 是義務啊 你開一艘船經過公海或是經過哪裡 不管 你看到有人落海 不管是誰都要去救 就是義務 即便是軍艦對打 即便是發生戰爭 如果有人落海 你也要把他救起來 那我們再來看看 包括這個緊張的情勢延伸到 我們國防部這一陣子呢 邱國正部長也被大家來放大檢視 因為畢竟他曾經講過 前一陣子講過說晚上睡不好嘛 於是呢 今天在立法院也有人問 這個相關的訊息 我們看到邱國正的說法是說 作戰只有王將沒有降軍 就打到最後啊 一旦作戰只有王將沒有降軍 就是戰到一兵一卒 戰到最後 看他要打多久 要打我們奉陪 這是軍人的這個本色跟天質 我們看到包括 這個什麼是國家安全機密 以及是什麼是可以揭露給 社會大眾知道的訊息 在立法院昨天發生了這一幕 大家來評評理 包括民眾黨的立法委員 張祈凱 他去質詢經濟部部長 問他說 天然氣存量 有多少我們現在台灣 因為現在 他認為兵凶戰危嘛 兩岸不是這麼的這個 看起來不是這麼的平和 所以呢 張祈凱委員就問了 可是 被經濟委員會的招委 邱毅營 他是民進黨籍的立法委員 他立刻出聲打斷 他說這是國家機密啊 那這個阻止李順青來回答 阻止經濟部李順青來回答 可是 這個 今天我們看到張祈凱委員 他也在臉書揭露一項訊息 他翻出了2022年的 達詢紀錄 當年 邱毅營也質詢蘇貞昌啊 題目就是台灣天然氣存量 在緊急時能用幾天 那個時候的 曾文森部長說大概11天 所以別人問 就是國安問題 只有我們 就是民進黨 執政黨能問嗎 另外我們看到呢 現場有我們的這個 陳俞正委員嘛 今天他其實也質詢一件事情 就是喔 金門是不是被 我們的執政黨 當作是大陸的呢 為什麼會 為什麼會這樣講 就是我們看到喔 這個陳委員揭露蔡政府的一國兩制喔 因為從金門 我們都不知道耶 你知道帶自用的 小量的水餃 餛飩 雞蛋 來到台灣 必須經過檢疫耶 如果說我今天請郁政委員說 我聽說金門的餛飩很好吃 能不能夠帶個 食客來給我吃 不行耶 要檢疫 要檢疫 所以是外國嗎 還是說把它當成大陸啊 好吊詭啊 來先請教亮哥 這個邱毅營作為招委 他沒有權利講這話啦 是不是機密你讓行政官員去講 你憑什麼來判斷 以為你比人家懂啊 對不對 而且這個問題邱毅營當年就該問啊 那你天然氣只有11天 那怎麼你要讓台灣的人員有 百分之50是天然氣呢 那你這個人員政策是不是有問題啊 我們事實上民進黨定的就是 2025年天然氣要佔一半 那你的儲量只有11天 那你不是讓你非常危險嗎 事實上如果要搞台獨 台灣就要有內部的自主人員了 自主人員就是核電 這大家都知道啊 煤礦也是啊 天然氣絕對不是 因為你並沒有產天然氣啊 所以民進黨的人員政策 你真的跟他的抗中保台 根本就互相矛盾嘛 就是沒有辦法 你就碰到這種政黨了 現在搞到現在 自己也不知道怎麼辦啊 你現在天然氣占比越來越高 那兩岸未來會有危險 我就看你怎麼辦 人家一天到晚就問你 會不會缺電啊 我跟你講大潭啊 光是大潭的天然氣場 他整個蓋好之後 大概占全台灣發電 總量大概有12% 你如果大潭出事啊 我們北台灣就斷電 就你把自己弄成是 這麼脆弱的一個 缺乏安全的一個島嶼 這就是你民進黨造成的嘛 那你還在搞抗中保台 那事實上那個東定島 那個是在近縣市水域外 近縣市水域外 所以本來就是 如果大家和睦相處 就是大家都可以去救啦 事實上我跟你講 以目前的狀況 近縣市水域大陸也不會還你了啦 不可能啦 你光是看那個劉武店的航道 既然在輸郡你就知道了 那未來 如果他那個航道輸郡好之後 廈門是個國際港嘛 他就直接讓貨櫃船 就直接穿過小金門跟大丹島 中間那個航道 據他們的估計啦 那個劉武店航道 是可以開7萬噸的貨櫃船 7萬噸 那如果到時候 中國大陸宣布 廈門港開放劉武店航道 讓國際的貨櫃船可以進來 國際貨櫃船一定開的啊 因為省錢啊 你不用繞一圈啊 你不用從輕雨那邊繞啊 那如果人家國際貨櫃船 就直接開進來 那請問我們小金門跟 那個大丹島的駐軍怎麼辦 事實上還有更嚴重啦 如果中國大陸的軍艦就直接開過呢 你怎麼辦 所以我跟你講喔 這種我認為是90%以上必然發生的事情 我就現在沒有看到 周美武署長跟管碧林在講 在回答這種問題啊 我沒有聽到啊 他知道 事情大條了啦 你知道吧 管碧林昨天還在講那個風話 他說 大陸的瓦泥船如果進入限制水域 我們會驅離 我看你怎麼驅離 那個船比你還大 你怎麼驅離 就是說這個政府真是很可怕 非常不進入狀況 每天在那邊吹牛 真的是可怕極了 未來我們就要應驗 看到每一件事情都即將發生 來 玉政委員 這個從幾件事來看 第一個 這個3月14號發生的這個 大陸雲六位不幸落水 他們就起兩位 我們就起一位 就是往生者 我們就起一位是往生者 還有兩位失蹤 後來我們海巡在晚上也幫忙 在黃金的這個 小時內 時間內幫忙搜救 這個事實上回復到以前事實上 兩岸的這個小兩岸 今夏之間事實上 兩岸的執法人員 彼此間是有聯繫的 以前事實上就是這樣子 不管在執法 共同攻擊犯罪 看打擊這個走私 這個偷渡這一類的 共同打擊犯罪 或者是這個非法捕魚 或者是這樣 就是海上搜救 事實上都是有 互相在聯絡的 事實上這個根據 我們之前跟大陸有簽一個 海峽兩岸海運協議的第七點 事實上就有提過說 雙方要積極推動海上搜救 打撈機構的合作 建立這個合作機制 保障海上這個 共同保障海上航行的人身財產 環境安全 發生海難事故要及時通報 並按照究竟救變原則實施救助 所以民進黨在2月14號的事情發生 到3月14號這中間 囊囊了一陣子 執政黨囊囊一陣子以後 終於是在前兩天管主委 管必定主委他就是道歉 雖然比較晚 但是他畢竟還是有表現出這個善意 所有這個道歉的善意 但是就是說 這樣繞一圈以後 我們得到什麼 我們這邊得到什麼 颱風機馬得到什麼 第一個 中共不承認有金獻之所益 第二個大陸以後的船 不管是哪一類船 直接堂和皇子走進來 我們的這個兩岸之間 彼此的默契就消失了 所以民進黨大概只能在 嘴巴上面抗中保台 但是真正的損失的是 我們實際上可以 我們的主權可以 治權可以管理的這個地方 這個治權就 一點一滴的消失了 所以民進黨大概 然後接著又引起兩岸的 緊張的局勢 全球的這個 看這個台海是非常危險的 全球如果看台海危險 這個外資就不容易到台灣來 就覺得說這個危險 有戰爭風險的地方 可能在外資或者是 各方的投資都會 都會避開 世界上的資本本來是這樣在做 企業也是這樣在看 所以呢 追根到底 就是說 我們當然是覺得 就是說現在慢慢的 希望可以慢慢恢復默契 恢復以前的這個瓶頸 然後後面趕快調查清楚 讓這個事情圓滿的告一個段落 但是這樣 我說這樣繞一圈以後 最後 其實我們還是輸的 我們還是輸的 而且還失去很多 那委員您講到今天 水餃 餛飩這件事 一國兩制是怎麼回事 這個我今天就質詢這個 陳建仁院長說 他知不支持一國兩制 他當然說他不支持 那不是我就說 那在中華民國境內 颱風經常 你現在就是實施一國兩制 因為以前我 事實上我在以前 就問過雞蛋的事情 雞蛋就是說 不能帶來台灣 那時候我一直質詢 那時候還被民進黨 撤一攻擊說 談這種雞蛋的這個小事情 也要到國會來談 後來全部發生缺蛋 巴西蛋以後 我們三年前就在問 去年發生 我們兩年前就在問 那時候被批評說 問這個小事 但是我們爭取並不是 雞蛋水餃這樣說這個東西 而是我們這件事 一個權利 這個憲法也有規定 中華民國境內 貨物應許流通 一次都可以流通 自由流通 當然 貨物流通權 這也是我們身在離島的距離 本來就應該有這樣權利 所以我就問陳建仁院長 他是高雄人 我說你高雄可不可以帶 水餃 混沌 便室到台北來 需不需要檢查 不需要 那你知道到金門為什麼要檢查 那他給你的答覆是什麼 他沒有 是旁邊那個部長 代理部長上來回答 他說我們說雞蛋 他說因為我們離大陸近 我說那離大陸近 你離大陸很遠嗎 你台灣離大陸真的很遠嗎 你也不過幾百公里 那也很遠 全世界來看你也離大陸很近 那因為離大陸近 但是我們是中華民國 對 我們是台風近 中華民國境內 對吧 所以你離大陸近 這不應該過成理由 是 我原有覺得金門的鄉親 會覺得有被歧視的意味 當然是有 因為常常這種陳情案太多 最近也都有 包括什麼 我們說這個雞蛋 雞蛋現在在我正校可以帶20顆 水餃 便室 混沌 然後還有廣東粥跟燒餅 這麼能帶 就是要去先申報 他這個東西就是要你申報 那很麻煩 你要做費金要去申報 我們當然就會去做這個申報 但對林總要講很老民 是 老民 我說以後你只要 而且我們沒有潜流感 如果也知道 我們沒有潜流感 但是屏東那時候有潜流感 你怎麼不為屏東 是啊 這個有點說不過去 對 來 輝文兄 這個幸好有亮哥在 我就比較有底氣一點 這個邱部長說 只有王將沒有翔軍 這種心戰喊話 你去講給烏克蘭聽好了 看烏克蘭跑了多少人 什麼叫做仗要打多久 我們奉陪 簽字我不奉陪 蔡英文當總統 賴清德當總統 你打仗的我為什麼要奉陪 為什麼 我做錯什麼事情 我又沒投賴清德 我也沒投蔡英文 我為什麼要奉陪 莫名其妙 要奉陪 我個人跑走了一千多萬人 謝謝亮哥 有亮哥在我就問 那叫沈柏陽去打 叫曹欣誠去打 我為什麼要奉陪 我五十幾了 我跑不動了 錢子 陳玉珍你們去打 我才不打 誰跟你奉陪 你也好了 所以你看這種 這種自我催眠的 叫做聯合救援 錢子是你救你的 我救我的 哪有什麼聯合救援 陳玉珍都在笑的 他不會跟你聯合救援的 你到底是在民望 然後說這樣子就同事善意了 這樣子兩岸這個僵局 就有契機了 你也拜託 這個觀眾朋友 因為陳玉珍在 這個錢子我忍了很久 今天遇到陳玉珍 我都好高興 我特別的抗議 他看過監視器 他不是第一艘的監視器 他看過第二艘的監視器 就是他們兩艘船有碰撞之後 第一艘就是那個巡方艇 就開始救人 然後第二艘就趕過去要支援 第二艘就有開監視器 然後他有看過 你傳給我好不好 我也要看 然後你傳給我 再傳給錢子 然後大家一起看 為什麼你可以看我不能看 你姓陳我也姓陳 我也要看 網路有 網路有 第二艘的有 你帶給我 沒有 我才不相信 我跟你講他那個收救的還是會有 那錢子我講一下這個 這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被扣船的 被扣船的他要罰三十萬以上 一千萬元以下的這個罰環 所以觀眾朋友想說 那為什麼大陸的漁船都要跑 當海巡隊追 因為一被扣船你就至少要 他是看你的盾位 你船越大隻他罰越重 所以你至少要罰三十萬以上 三十萬以上是幾萬人民幣 一定跟你拚 我一定要跑 他就跑給你追 所以是不是這樣 我的結論是這樣子 我知道陳委員他可能 以後要選金門現場 他當然希望這個事情 特別是金門跟廈門 這個兩岸的關係 他希望和緩 可是錢子我不是這樣想 我請問大家 如果這個事情 真的大事化小事化五 之後怎麼辦 蔡總統賴清德的想法是什麼 沒有九二共識 他一樣要跟我談 我就給你一點 衛問金 然後給你一點人民幣 你們就把大體領回去 然後這個事情就結束了 我不用靠馬英九 我也不用靠夏立妍 我就派幾個陸委會 跟紅十字會就擺平 看到沒有 抗鬆保台你看到沒有 不要再聽國民黨這些鬼話的 民進黨一樣有辦法處理 兩岸這些爭議 沒有 你執法線也沒去 沒關係 持母所中線都不見了 馬照跑舞照跳 2022就不見了 現在2024了 裴洛西倒就下台了 你沒事 前置那個就變成民進黨的宣傳 但是就過關了 所以陳偉委員 不要誤會 我不是壞人 真正的壞人 是蔡英文跟賴清德 好 來進一小廣告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